在今日的傍晚時分 海關人員在南田一帶進行反毒品的行動 我們在一座私人樓宇的外面 發現一名男子刑跡可疑 海關人員於是上前折查 被他身上檢獲少量的華爾匹率可卡因 海關人員隨即將他拘捕 並將他帶回到一個附近 他所報稱住所的住址進行調查 在這個單位裏面 我們在手獲大約1.45公斤的華爾液態可卡因 1.1公斤的華爾可卡因 300克的匹率可卡因 一批製毒工具 以及一批華爾用來做毒品包裝的工具 我們也隨即在這個單位裏面 拘捕另一名男子 我們的初步調查所得 這個單位是被用作一個毒品的製造中心 也在一個毒品分銷中心 在這次行動裏面 海關人員合共檢獲 大約2.85公斤的各類型毒品 總市值達到271萬元 兩名被捕的男子 年齡分別是24和32歲 分別報稱是無業和司機 所以海關我們今晚會將它通宵扣留調查 我們今晚會將它通宵扣留調查 以上